第757章女神选序 龙腔女神的美 不只是相貌本身 更是自身气质与相貌的融合 还有那温柔如水的眼神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那就只有完美无瑕这个词最为合适 唐武林眼神微微一呆 今天的娜儿真的好美 在这海神湖和周围灯光的映尘下 她真的宛如林波女神一般 巧生生地站在那里 一脸的巧笑嫣然 甚至还不忘像自己俏皮的吐吐舌头 普通人距离百米 已经很难看清楚对方的表情了 但唐武林却怎么可能看不到 兰木子和唐英梦也都是微微一呆 兰木子忍不住道 娜儿学妹 我还以为外面谣传 你要来参加相亲大会 只是谣传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你可还没到18岁啊 娜儿艳然一笑 按照斗罗大陆的规定 16岁就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唯有老师的特批哦 唐英梦笑道 好吧 娜儿 你这一来 可是要让本届的海神员 相亲大会 光芒大放啊 只是 你真的要选择一位心意对象吗 你可要谨慎哦 当唐武林看到娜儿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时 顿时一脸的震惊 然后满心愤懑地向周围看去 究竟是谁 是谁竟然能让娜儿看上了 那可是自己最亲爱的妹妹啊 她的目光开始变得凶狠 向四周看去 而此时此刻 却根本没人在意她的眼神 就算是龙王龙月 此时也已经完全被眼光四射的娜儿所吸引 每一名男学员的目光 几乎都集中在她身上 娜儿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无疑也让其他内院女生们 有些黯然失色 有些女生翘脸上 已经流露出了气恼的神色 有她在 今天这场相亲大会 就有些不一样了 蓝木子心中微动 道 为了对于其他女生的公平起见 既然那儿学妹 你已经有了心仪对象 那么 这第四环节 三生有缘 不如就由你先来选择心仪的对象吧 我们都很想知道 究竟是哪位幸运儿 能让我们的龙腔女神看到 此言一出 女生们顿时都松了口气 而男生这边的气氛 却是瞬间紧张起来 几乎90%以上的男生 都瞬间挺起了胸膛 如果能够被龙腔女神选肿 这简直就是一生最大的姓氏啊 女生们松口气自然是因为 她先选定了对象之后 男生们至少也就死心了 对他们的影响也会降到最低 纳尔点点头 好啊 那我先来蓝木子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好 那么 就请18号的纳尔学妹 到你心仪的那个人身边去吧 不知道我们的男生们 有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纳尔微微一笑 也不见她如何做事 身上荧光一闪 脚下荷叶已经轻飘飘的飘荡而出 在水面上滑出一道水线 直奔对面的男生阵营而去 唐武林能够清楚地听到 在自己身边的呼吸声 都变得急促起来了 还有激烈的心跳声 毫无疑问 男生们此时都处于 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 荷叶飘荡 越来越近了 纳尔的翘脸上 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 距离越近 越能感受到 她那倾城角色带来的震撼 哪怕这些内院男生们 定力非凡 此时也不禁一个个目选神秘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啊 选我 选我 几乎每个人 都在自己心中呐喊住 静了 静了 100米 80米 50米 30米 家人已经近在咫尺 所有人的呼吸 不禁越发急促起来 一名男生 忍不住直接释放出了 自己的武魂 一圈圈炫目的魂环 从脚下升腾而起 展现着自身实力 几乎是下一瞬间 超过半数的男生身上 浑环光芒全都亮了起来 一时间 将海神糊糊面上映照的五彩斑斓 楼传 那儿这丫头真的有喜欢的人了 光暗都锁隆夜月 惊讶地向身边的海神阁主 云明问道 云明也是一脸惊讶 从没听这丫头提起过啊 这丫头的保密工作 做得还真是好 不过我倒是看不出 谁能配得上我这徒弟 唉 龙夜月微微一笑 舍不得了吗 女大不中流 不过 这丫头也确实是早了点 连十八岁都等不及了吗 云明眉头微醋 在她心中 那儿是宛如女儿一般的存在 她突然有了心仪对象 这是云明十分吃惊的 同时也有些不舍 身边的圣灵窦 罗亚丽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 向她微微一笑 低声道 那儿绝顶聪明 能让她看上的男生 一定有其特殊之处 仅观其变靶十米 就差最后的十米了 距离那儿最近的一名男生 已经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眼睁睁地看住那绝色佳人 向自己而来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 唐武林眼神中杀气四射 盯视住那名男生 双手已经攥紧了拳头 心中暗想 想要和那儿在一起 先要过了自己这一关才行 要是连自己都打不过 凭什么能保护我的那儿 对 就是这样 据说海神园相亲大会 最后一个环节 是可以抢亲的 哼哼 无论那儿选中谁 到时候都要和她较量一番才行 就在这时 那儿脚下的荷叶 突然在水面上 划出一道弧线 优美的弧线悄然偏转 直奔唐武林这边的方向而来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朝著隆月的方向 隆月虎去一阵 惊讶地看住 那越来越近的角色容颜 她对男女之事 一向看得不太重 就算是心中选定了戴云儿 那也是因为在她心中 只有戴云儿的容颜和身份 配得上自己 可是 眼看着这名容貌 比云儿还要更美上许多 气质更是令人震撼的少女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时 她的心却有些不整齐地 加速跳动着 她突然有种感觉 彷復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吗 原来这么多年来 自己一直都没有女朋友 竟是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在心中充斥着种种纷繁念头的同时 纳尔已经距离她越来越近了 甚至是近在咫尺 唐武林瞪大了眼睛 不 纳尔 你可不能选她 她可是新罗帝国的 她 唐武林现在恨不得要一把捏死龙月 岸边上 外院弟子们也都是一片哗然 很多人都忍不住 已经叫了起来 如果他们的龙腔女神 最终选择了一名 来自新罗帝国的交流生 作为伴侣 这绝对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 纳尔脚下的荷叶飘动速度 慢了几分 她瞥了唐武林一眼 看住唐武林双手钻拳 瞪大了眼睛看住自己 然后再看龙月时 双眸喷火的样子 忍不住轻遮方唇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阴光微微一闪 荷叶再次加速 眼看着距离龙月 就只有三米了 却悄无声息的一个滑动 再次带起一道小弧线 飘然来到唐武林身边 荷叶倾触在唐武林的荷叶上 抬起头 脚狭地向她吐了吐舌头 龙月呆住了 男生们呆住了 唐武林自己也呆住了 岸边上 原本的一片喧嚣 在这一瞬全都安静了下来 第758章哭什么 没出息 楼船上 云鸣也是眼神一宁 但却突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起码自己的宝贝徒弟 没有选来自新罗帝国的那个男生 他选的是 唐武林 瞬间 这个名字在所有人脑海中浮现而出 在短暂的安静之后 岸边已是一片哗然 男生这边 无数道彭腐能杀人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了唐武林身上 恨不能将他瞬间分尸 女生那边 伍斯朵的目光一下就变得凝固了 戴云儿更是吃惊地张开了小嘴 然后眉头紧簇 没有摘掉斗笠的17号女生身体震了震 但也很快恢复了正常 在刚刚一分钟的摘掉斗笠时间内 她始终没有半点动静 也是目前未知 唯一一名没有摘掉斗笠的人 唐武林在短暂的待着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 忍不住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丫头简直是要玩死人了 看住那儿狡黠的笑容 唐武林忍不住抬手在她头上揉了揉 你这丫头嬉戏那儿奄然一笑 向她吐了吐舌头 她的眼中满是宠溺 她的微笑充满甜蜜 一时间 虐狗虐得天昏地暗 那一位为内院男学员身上的浑环光芒 明显变得强烈了 如果不是有远处楼船上 众多素老妹压阵 恐怕他们现在就忍不住 要上演一幕抢亲的环节了 唐武林低声道 故意捣乱的是把那儿撅起红唇 我怎么就故意捣乱了 我选歌不行吗 还是你想让我选别人 唐武林哼了一声 等着大会结束之后再收拾你 你这丫头楼船上 云民惊讶地道 她选的是唐武林 他们不是兄妹吗 知道唐武林和那儿是兄妹的人不多 但她却绝对是清楚的 圣灵斗罗亚利却道 我问过那儿 他们好像并不是亲兄妹 不过 他们站在一起倒也般配 确实也只有武林这孩子 从相貌品性上 能够配得上那儿了 哼 云民冷哼了一声 看住唐武林的眼神 明显有几分岳父看女婿的不爽 亚利对唐武林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这孩子善良 勇敢 在那次列车上的出类拔萃表现 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唐武林此时已经恢复过来 瞥了一眼身边正在瞪示住自己的龙月 撇了撇嘴 你别想了 你不可能有半点机会的 别说她没有选你 就算是选你 我也不可能同意的龙月眼神之中金光闪烁 听说 这相亲大会后面还有抢亲环节 我倒要看看 你能挡得住多少次抢亲 唐武林问了一下 失笑道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在她看来 哪儿根本就是来玩闹的 绕了一圈 最终选了自己 她也没把这事当回事 在确定那儿没选别人之后 她也就放心了 目光看向远方 看向那唯一没有摘下斗笠的女生 虽然她还没有摘下斗笠 但只要知道内院女学员中都有谁的人 都能猜到她的身份了 毕竟 她是史莱克七怪之一 或者说是现在史莱克七怪真正的首脑啊 17号 唐武林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涩 看到自己她依旧不肯摘下斗笠 这无疑已经是表明了她的态度 她的眼神有些迷离了 这海神员相亲大会 如果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或许就会是最终的结束吗 可是她不甘心啊 蓝木子此时才说出话来 无 真没想到 那儿学妹选择的竟然是武林 武林好福气啊 唐一梦微笑道 好了 我们继续等缓解 下面抽签进行选择 同时 在选择之前 女生可以向自己要选的男生 提出一个问题 或者是要求哦 根据男生的回答 再进行选择 那儿学妹 你刚刚是不是忘记了这一点了 那儿却向她摆了摆手 巧笑奄然的道 我不需要 我想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我更了解她的人了 此言一出 再次虐狗 一切单身狗 在这一瞬间 都瞬间满怒之 哪怕以唐武林自身强大的气场 这一刻都不禁有种万剑穿心般的感觉 这丫头 你是要玩死你老哥吗 好吧 那我们开始下一位 嗯 我们首先抽中的是 叶兴兰学妹 叶兴兰 一直默默地看住海神园 相亲大会上的一切 当她看到那儿选择了唐武林之后 不禁皱了皱眉 作为唐武林的队友 她也是知道唐武林 和那儿兄妹关系的 这丫头 是来玩闹的吧 还是要让其他女生 知难而退啊 不过 谷月也是知道他们关系的 谷月 你在想什么 她脑海中还在想着这些 却没想到已经被叫出了名字 微微一愣之后 催动魂力 脚下荷叶飘荡而出 来到了海神湖之中 叶兴兰学妹 你现在可以选择心仪的男生了 并且可以向她提出问题 或者是要求叶兴兰的目光 有些呆滞 而在对面的众多男生中 身体最为肥瘦的那一位 此时却将头深深地埋在自己胸膛之上 她的身体轻微地颤抖住 她不敢面对眼前这一切 在之前说出那番话之后 实际上她就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她心中充满恐惧 她真的很怕 在说出那番话之后 他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可是 她终究还是说出来了 因为错过这次机会的话 她不知道自己这辈子 还有没有勇气将这番话说出 她知道 有很多人都喜欢叶兴兰 她实力强大 容颜秀丽 室内院女弟子中的佼佼者之一 他们都已经18岁 她真怕自己还没有说出对她的情感时 她就已经有了选择 她的目光也在看住她 在她的记忆深处 她是小时候 那个总是跟在自己身后的小胖蹲 她是那个总是一口一个兴兰姐 呼唤住自己 流着鼻涕的小家伙 她也是那个肥瘦如熊 永远跟随在自己身边的伙伴 无论什么时候 她始终寸步不离 她习惯了有她在自己的身边 她习惯了看她那憨憨的笑容 也习惯了她做的那一个个各种各样的包子 星兰学妹 你有问题要问吗 或者你的问题也可以针对多名男生 然后再走出选择唐英梦提示她到 叶星兰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问题那请选择荷叶加速 点点星光围绕 叶星兰的荷叶前行速度比先前那儿的荷叶快得多 几乎只是转瞬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男生们的阵营之中 虽然她不如那儿那么美 但她也同样是内院的一颗明珠 一颗光彩夺目的心 男生们不禁屏住呼吸 徐立志下意识地抬起头 她总要看看 自己心中暗恋了这么多年的她 究竟选的是谁 然后她就看到 那道身影在自己眼中放大 看到了她那平静的面庞 还有眼神中闪烁住的光彩 她 她 她要选的对象是在我身边的吗 这一刻 徐立志的神智甚至出现了片刻的恍惚 她的双眸开始变得模糊了 忍不住的热泪盈眶 她终于还是要离我而去了吗 尽管她一直都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 可是 当这天真的来临的时候 她却发现 自己心中还是无法接受 哭什么 没出息一只束手伸过来 擦掉了她流淌而下的泪水 我舍不得 徐立志却是忍不住放声痛哭 在这一瞬间 她的情绪真的是要崩溃了 眼泪没有被擦掉 反而越来越多 沾湿了她的手 笨蛋 你舍不得什么 舍不得我在你身边 还是舍不得你这一身肥肉 刚才你好像说过 愿意为我减肥的叶星兰 有些哭笑不得地看住眼前 这个已经比自己高大许多 要为更是粗自己数倍的胖子 啊 徐立志突然呆住了 眼泪就像是被关闭了闸门一般 嘎人而止 她目瞪口呆地看住面前的叶星兰 然后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第759章 你不会只是路过吧 她就翘生生地站在自己的身边 她的荷叶就在自己的荷叶旁边 没有别人 只有她 她身边也只有自己 你 你不会只是路过吧 徐立志说出这句话的下一瞬 她自己都想狠狠地抽自己一巴掌 叶星兰一抬手 捏住她的胖脸拧了拧 想死把你 徐立志傻傻地道 识劲点 好像有点疼 疼的话 我就不是在做梦 最近我每天都做梦 梦见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你会选我 你傻不傻 好疼 好疼 哈哈 好疼 哈哈 徐立志突然兴奋地大笑起来 然后猛地跳了起来 扑通 什么叫乐极深碑 此时的徐立志就是最典型的 她那肥瘦的身体 在跳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忘记了控制自己的身形 然后就直接砸在了荷叶上 然后荷叶就碎了 再然后 湖水溅了叶星兰一身 她也呆住了 这 这都什么情况 哗的一声 徐立志的身体漂浮上来 啊 我不是 我不是要退出 我没有啊 你不小心的 星兰姐 星兰姐我是不小心的 我 胖子要急哭了 被冰凉的湖水一进 她此时已经清醒过来 可是 按照海神园 乡亲大会的规矩 一旦落水 就失去了 在乡亲大会上 继续参加的资格啊 看出她那一脸 黄疾的模样 叶星兰美好气得道 死胖子 别在这里给我丢人了 走了 一弯腰 她一把抓住 徐立志的手臂 用力一甩 将她甩飞到空中 然后自己化身为一道星光 追上她的身体 下一刻 两人已经横略湖面而过 远远地落到了岸上 从叶星兰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徐立志 再到徐立志 一系列的变化 无不堪的众人目瞪口呆 这样的情况 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几乎没有出现过 徐立志是多么的自卑 才能让惊喜 险些变成惊诧 但毫无疑问 她先前的嘶吼成功了 她的表白成功了 她终于走进了自己的梦想 她也终于得到了她的认可 谢谢此时眼中充满了羡慕 甚至还有些许的嫉妒 无论是她还是乐正宇 一直都知道徐立志喜欢叶星兰的 但他们谁也没想到 叶星兰竟然真的会答应 在这一瞬 她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最应该成功的乐正宇失败了 而最应该失败的徐立志 却成功了 真情 唯有真情动人 也唯有真情 才能够将一切的障碍驱除 立志成功了 那么自己呢 她下意识地看向对面 看向那已经恢复女人模样 一头红发 披散在脑后的身影 立志都能成功 为什么我不可以 兰木子失笑道 过程虽然曲折 但我必须要说的是 结果是美好的 让我们恭喜徐立志学弟和叶星兰学妹 祝福他们 叶星兰和徐立志 这相当于是直接退出了海神园相亲大会 甚至连最后一个环节都没参与 抢亲的机会都没有 但毫无疑问 他们成功了 唐武林发自内心地为徐立志高兴 他和徐立志关系极好 徐立志的心思 他多少也猜到了一些 但叶星兰能够接受徐立志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乐正宇失败了 徐立志成功了 而自己呢 自己能否成功呢 心中忐忑的不只是一个 徐立志的成功 也无疑令男学员们心中的希望之火 升腾得强烈了几分 下一位 抽中的是 徐米儿徐米儿并不算特别美 但却有种特殊的气质 或者说是气场 这种气场能让大多数男生 在看到他的时候立刻惊而远之 冰冷 狂暴 就像是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或许 这也和他深爱混倒气有关 徐米儿脚下荷叶一动 缓缓地飘了出来 米儿 快让我看看 你想选的是谁 唐英梦忍不住笑道 他和徐米儿是好朋友 徐米儿年龄比他要小一些 参加海神园相亲大会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他实在太强势了 以至于始终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伴侣 徐米儿白了他一眼 然后看向众多男生 谁有把握战胜我 出来跟我打一场 这就是他的要求 男生方阵鸦雀无声 徐米儿撇了撇嘴 都是一群软蛋 就知道没人配得上老娘 此言一出 内院男学员们的表情 不禁都变得古怪起来 内院男生之中 并不是没有强者的 譬如蓝木子就非常强大 公认的内院弟子第一人 除了他之外 也还有一些实力强大的男学员 只是 这样的男学员 自然会有女生青睐 早都有了自己的伴侣 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在 这海神园相亲大会上了 而徐米儿历经多届海神园相亲大会 相亲没成功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自身实力却是飞速上涨了 实力强大了 相亲就更难了 再加上他那强势无比的性格 自然就越发地找不到男人 此时说出这番话 更多的也只是发泄罢了 女生都是这样的 如果在最初两次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那么 后面除非是遇到了特殊情况 运气极好 否则都是很难找到的 魂师的世界不讲究门当户对 但实力却不能差太多 尤其是女魂师在找伴侣的时候 总会希望自己的男人比自己更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 袁恩叶辉一直都在说 让谢谢比他更强之后 才有资格追他 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 徐米儿也知道自己是找不到合适的了 他也没看上谁 要么年纪太小 要么实力不够 他可不想选个残刺品 当然 这是他自己心中的想法 史莱克内院 哪有什么残刺的 不懈地喷了男生们一句 他的荷叶就往回飘去 等一下 就在这时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谁说男生就都是软淡了 至少 我不是徐米儿惊讶地回过身来 他也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应战 要知道 在之前两届海神员相亲大会 他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高大的身影脚踏荷叶向海神湖中央飘去 看到这个人 大家的目光都不禁古怪起来 因为这飘荡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先前被徐米儿轰了一炮 来自于新罗帝国的龙王龙月 龙月是什么性格 刚强 刚直 被一个女人说成软淡 这是他绝对接受不了的 他一向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阳刚的男人 徐米儿看到是他 也不禁挑了挑眉毛 来自新罗的家伙 不要以为你刚刚挡住了我一次手炮攻击就有资格挑战我 战斗中 我可是留不住手的龙月傲然道 如果你输了呢 徐米儿不屑地哼了一声 输了老娘就选你 龙月撇了撇嘴 你选我我也不见得选你 徐米儿怒道 你哪那么多废话 打不打 打赢了我 你不选我我也选你 输了的话 哼哼 第760章龙月vs徐米儿 龙月微微一笑 好 那就来吧 我们到空中去一边说着 他猛地腾身而起 身形在腾起的同时开始迅速放大 一圈圈光彩夺目的魂环也随之从脚下升起 徐米儿毫不示弱 也是腾身而起 直奔空中冲去 无论是男学员还是女学员们 看到这一幕都不禁有些呆滞的感觉 这二位真的是来相亲的吗 这相亲相的也太火爆了不是 这环没到最后一个抢亲环节内 就要大打出手 龙月身上的魂环光芒极为骇人 以黑色为主 一个个魂环光芒暗淡 但却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伴随着他身体的膨胀 整个人的气势也开始以几何倍数攀升着 唐武林站在下面 感受着龙月身上的魂力气息波动 心中不禁暗自吃惊 这家伙和当年比起来又强大了好多 应该已经是二字窦凯师了吧 他今年最多也就是24岁 以24岁的年纪能够修炼到这种程度 还真是惊人 龙月的身体很快就膨胀到了十米高 全身散发着强盛无匹的气息 皮肤表面浮现出厚重的土黄色鳞片 一条巨大的尾巴也从身后蔓延而出 他那厚重如山月一般的气息 哪怕是在半空之中也同样微压十足 楼船上 云鸣微微点头 这应该就是那山龙王武魂了 真正感受下来 血脉气息非常强 在血脉力量方面 星罗帝国那边受到当地土著的影响 血脉力量要比我们斗罗大陆上 魂师普遍更强一些 我们这边就很少有魂师 能够调动血脉中的能量 不过 他们的问题也很明显 那就是精神力和自身武魂的结合程度 受到血脉力量影响不是那么圆容 相对来说 到了一定层次之后 对自身力量的控制会不到位 不过 这个龙月小小年纪就能拥有这样的修为 还真是难得 三年多前 星罗帝国那场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上 我们的人能够击败他果然是实至名归 妹儿 你的判断很正确 蔡老看向云民 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次回来之后 就是他力主让谷月等人 承接了史莱克七怪的名头 唐武林他们是否强大 从他们战胜的对手身上就能清楚地看到 龙月越强 就证明他们当初能够战胜他所展现的能力更加强大 这个龙月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不过 他的武魂也有缺陷 一旦权力发挥 就会产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况 甚至是发疯 他这次作为交流生前来 也是为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蔡老说道 云民微微汗手 九龙王之一的武魂 血脉 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 看看再说 此时 龙月和徐米儿都已经到了半空之中 和龙月不同 徐米儿的身体并没有膨胀太多 但是 一台漆黑如墨的机甲 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后 机甲通体漆黑 如果不是海神员相亲大会的灯光照耀下 在夜晚之中 甚至很容易被人忽略掉他的存在 看到这台机甲 龙月的眉头也不禁跳了跳 这姑娘要多暴力啊 才会把自己的机甲弄成这样 徐米儿的黑级机甲 看上去确实是有些夸张的 他的机甲高度 大约在十米左右 对于黑级机甲来说 这属于体型非常庞大的了 一般来说 越是强大的机甲 体积就越小 因为这样可以更灵活 而他本身所附带的能源也越多 足够支撑自己机甲的使用啊 而这黑级机甲本身的气息 却又不一样 他虽然高度达到了十米 但看上去却依旧有些臃肿 而没有半点修长的感觉 黑级机甲两边尖头上 各有两门口径超过200毫米的浑倒炮 除此之外 在他的四肢 躯干 甚至是腰部 都带着一个个硕大的浑倒炮 更可怕的是 在他的手臂上 还有一个个看上去相对较小的喷射孔 作为怪物学院的佼佼者 龙岳怎会不认识那些喷射孔 是喷射定装浑倒炮弹的呢 定装浑倒炮弹 从万年前就是最可怕的浑倒器 经过万年的发展 定装浑倒炮弹 已经成为了毁灭性武器 这是民间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就算是在军方 也被严格管控 但毫无疑问 史莱克学院是个例外 以研究未明 这里出现定装浑倒炮弹 再正常不过 可是 此时 这个拥有定装浑倒炮弹的人 却是自己的对手 龙岳一点都不怀疑 那些炮口里 有实实在在的炮弹 因为他已经隐约看到了弹头的存在 这哪里还是一台机甲啊 简直就是一座杀戮机器 这玩意儿单是要催动他所需要的能量 都是天文数字 再加上那些定装浑倒炮弹的价值 和他本身打造的情况 造价方面 足以相当于三台黑级机甲了 这姑娘的暴力程度 连龙月都有点吸冷气 徐米尔不屑地向他比了个手势 身形一闪 已经化为一道光芒 融入到自己的黑级机甲之中了 徐米尔也是七环强者 但他却并不是二字斗砍师 而只是一字斗砍师而已 就是因为他将自己绝大部分精力 都用来研究机甲和提升机甲了 对于各种浑倒器 他有着狂热的痴迷 而只要是他喜欢的大威力浑倒器 他总会想办法 安装在自己的黑级机甲之上 龙月脸上的表情变得沉宁起来 右手在空中一抓 一道黄色光芒闪过 厚重的长矛出现在掌控之中 直接动用武器 可见他对徐米尔的重视 小心了徐米尔冰冷的声音 通过电子音响起 紧接住 那台黑级机甲就动了 一抬手 也未见他如何做事 一道强光就暴射而出 直奔龙月而来 龙月的战斗方式 从来都是硬碰硬的 手中长矛一灰 一道强烈的黄色光芒迸射而出 轰剧烈的轰鸣 在空中乍响 无数光影飞射 看得下面的外院弟子们 目眩神迷 龙月在空中纹丝不动 整个人庞大的身躯 厚重如山岳一般 黑级机甲却闪电般移动起来 他的身躯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就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 紧接住 一道道光芒迸射而出 不断向龙月发起了轰击 龙月手持长矛 高阶低挡 低挡着那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 浑倒炮和浑倒射线 半空之中 轰鸣阵阵 宛如滚雷 更可怕的是 一簇簇光芒不断地 在龙月身上炸开 龙月的第一魂环早已亮起 山川魂迹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 令自身巍峨如山 手中长矛却带着流水魂迹 一道道巨大的水流 不断向黑级机甲冲击而去 但那黑级机甲却展现出了 和自身庞大体积 完全不相符的灵活 在徐米尔精妙的操控之下 不断地做出各种规避动作 只有她的攻击落在龙月身上 却始终都没有龙月的攻击 能够冲击到她的黑级机甲 好高明的机甲操控技巧 龙月心中暗暗赞叹 而且 她也流露出了苦笑 因为那魂倒射线和魂倒炮 落在身上的感觉绝对不好受 她的防御已经非常强大了 可徐米尔的攻击 也实在是太猛烈了 猛烈到她都有些承受不住 需要各种调动魂力来抵挡 这样不行 龙月手中长矛一只 又一个魂环亮起 沼泽 天空中 一片空间突然变得泥泞起来 虽然那只是能量产生的无形沼泽 但却和真正的沼泽 并没有什么两样 龙月把握时机相当强悍 刚好是黑级机甲 做出上一个规避动作的必经之路 顿时 徐米尔的黑级机甲 就像是撞入了一张大网似的 瞬间就迟滞了 无数道水流从四面八方机舍而来 沙纳间就如同海纳百川一般直奔黑级机甲冲击而去 龙月对于自己各个魂迹的配合 早已经掌握到了妙道豪天的境界 一点机会都不给 但是 令她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荧光一闪 徐米尔的黑级机甲凭空消失 她的所有水流全都冲击在了空处 第761章强买强卖 漆黑如墨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她背后斜上方 一道刺目光芒从天而降 那是一柄巨大的战刀 战刀长度超过了六米 宽阔的刀刃足足宽有一米五 闪烁着刺目的紫黑色光芒 直接斩在了龙月的肩膀上 刺耳的摩擦声中 厚重鳞片和山川魂迹防御下 那高频震荡剧刃 依旧硬生生地切割进了鳞片之中 巨大的力量将龙月直接从空中斩的向下坠落 海神湖上方 一层光照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升起 宛如垫子一般将龙月雄壮的身躯弹开 四道光柱同时从黑极机甲肩膀上喷射而出 四颗巨大的光球狠狠地炸在龙月背后 剧烈的轰鸣伴随着龙月一声怒吼响起 她身上的第六魂环突然光芒大放 整个天空彭扶都在刹那间变成了红色 紧接住龙月的身躯就再次膨胀起来 先前十米高的身躯已经相当庞大了 但在她动用了第六魂技之后 竟然直接膨胀到了超过五十米开外 背后巨大的伤口十分明显 后背更是被炸的一片焦黑 但在第六魂技的作用下 看上去对她造成的伤害竟然是十分有限的 龙月的第七魂环紧接住亮起 第六魂技山龙王之怒 第七魂技武魂真身 庞大的身躯匍匐 画为一条身长超过五十米 全身都是无比厚重鳞片的巨龙横于半空中 龙月身上散发出的魂力波动 甚至令整个空间位置震荡 她虽然没有动用豆铠 但在这一瞬 她身上迸发的气息竟然连封号斗罗级别强者 都能感受到略微的压抑 黑级机甲在空中升起 一道道强光不断朝着龙月轰击而去 但就在这时 画为山龙王的龙月 又前爪抬起 直接拍击在虚空之中 顿时 剧烈的震荡瞬间爆发 空气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然后强大的重力就出现在半空之中 徐米尔只觉得自己的黑级机甲一沉 瞬间就如同流星赶月一般从天而降 直奔山龙王面前落去 一层银白色光芒突然从黑级机甲身上浮现 层层叠叠的空间波动出现在半空之中 黑级机甲在那银白色光芒中穿梭 抵消着重力的效果 昂 山龙王仰天怒吼 又前爪再次拍击而出 这一次 整个空间都扭曲了一下 然后 那银白色光芒居然就那么破碎了 坐在黑级机甲中的徐米尔眼神一动 领域 外界的压迫力传导到机甲内部 黑级机甲手中巨大战刀再次出现 直接斩在空中 硬是在领域中破开一道缝隙 荧光再闪 出现在更高的空中 山龙王仰起头颅 突然宽厚地背部一攻 一座巍峨山岳竟然从他的背部拔起 瞬间冲入空中 那山岳不断地在空中变大 转瞬间就变成了一座高达数百米 方圆数千米的山丘 直奔黑级机甲覆盖而去 山川镇压 这是唯有在武魂真身状态下 才能用出的超强魂技 那座山岳通体释放着土黄色光芒 当它出现的一瞬间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体内微微一热 山龙王躯干骨居然都出现了感应 巨大的重力令空间完全扭曲起来 徐米尔的空间转移再也无法使用 而且他骇然发现 在那山丘的笼罩下 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变得迟缓起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那山丘从天而降 直奔自己压来 哼 怒吼一声 手臂上一个炮口向上翘起 里面光芒闪烁 徐米尔忍不住要动用大招了 因为精力更多地适用在研究魂倒器上 所以 他的一身实力有七成以上都在魂倒器方面 他的魂技和武魂 除了空间瞬移这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之外 其他都是用来提升魂力的 所以 单论魂力魂厚程度 他还在龙月之上 只是 山龙王武魂的优势太大了 这绝顶层次的武魂 终究还不是他的超级机甲所能对抗的 所以 徐米尔想要战胜龙月 他就要动用自己的压箱底绝学了 定装魂倒炮弹 在定装魂倒炮弹研究方面 徐米尔是绝对的专家级 好了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一道白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半空之中 徐米尔的身体直接就凝固了 无法动弹分毫 自然也无法再催动定装魂倒炮弹发射 而另一边 那山丘下方出现了一道裂缝 庞大的山丘 那么强悍的压迫力 直接被裂缝吞噬 与此同时 龙月只觉得全身一震 一种来自于灵魂的战力 令他的武魂真身不受控制地直接解除 蓄于之间就恢复到了原本模样 这场比拼 米尔输了擎天窦罗云民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定装魂倒炮弹有扭转战局的能力 但如果你想要战胜他 就需要不惜玉石聚焚才行 而龙月始终没有动用窦凯 就算你全力相拼 最终死的只会是你 他最多重伤 所以 综合评判 龙月圣云民的话语是绝对公平的 龙月和徐米尔都是从天而降 回到了海神湖湖面之上 徐米尔收起了黑级机甲 看上去和先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看住龙月的目光出现了些许变化 龙月看上去就比他狼狈多了 背后多了一道伤痕 虽然很快就愈合了 但上半身的衣服已经不见了 露出一身精壮的肌肉 领教了龙月脸色凝重地向徐米尔说道 他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能赢 不动用窦凯是有原因的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对于自己的情绪已经是越来越控制不住了 所以战斗之中根本就不敢轻易地全力以赴 因为一个不好 就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他不用窦凯是怕自己发疯 并不是不想用 而徐米尔在要动用定装浑倒炮弹的时候 他就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毫无疑问 那定装浑倒炮弹如果发射出来 情况还很难说 而且徐米尔的定装浑倒炮弹可不只是一枚啊 这玩意绝对是大杀器 是战略性武器 徐米尔催动脚下荷叶 朝着龙月这边飘荡过来 痛快地道 你赢了 我选你龙月向他点了下头 眼看着很快来到近前的少女 和先前空中那霸气侧陋的黑极机甲 怎么也无法联想到一块去 徐米尔在龙月身边站定 看上去十分平静 而所有人却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这位暴力的姑娘要是真的跟了龙月 恐怕他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男生们多多少少都流露出了几分幸灾乐祸 龙月也有些苦恼 在和徐米尔交手之后 他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男生们都不肯和他动手 这位可是动不动就要发射定装浑倒炮弹的存在啊 徐米尔瞥了龙月一眼 淡淡地道 选了我就不许选别人了 不然炸死你 龙月嘴角抽出了一下 什么情况 是你选了我 徐米尔道 那也一样龙月不吭声了 这还有强买强卖的 第762章你怎么会选我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刚刚那一战 在感受着徐米尔的强势 他心中突然有种特殊的感觉 这还是他所见过的第一个 比自己还要强势的同龄人 而且还是个女人 唐英梦巧笑嫣然地道 恭喜米尔 终于找到适合你的了 我们接着抽签 下一位是 嗯 五四朵五四朵的荷叶 缓缓飘出 他的眼神有些复杂 遥望着对面的男生们 看住唐武林身边那绝色少女 他迎牙一咬 荷叶催动 破浪而出 直奔唐武林这边而来 没有发问 没有要求 他就那么直接地催动住荷叶 来到了唐武林的另一边站顶 唐武林惊讶地看住五四朵 你 五四朵抬头看向他 我怎么了 唐武林苦笑道 你怎么会学我 五四朵道 我为什么不能学你 唐武林无言以对 在这个环节上 女生是有绝对主动权的 五四朵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毫无疑问 在众多女生之中 无论平貌 五四朵也都是极为优秀的 可惜的是 在他之前 纳尔已经选了唐武林 和纳尔比起来 他的光芒就被明显地掩盖了 可就算如此 他在纳尔已经选了唐武林的情况下 还有勇气选择他 已经是非常勇敢的了 众位女生各有选择 各有问题 第四环节经过了 徐米尔和龙岳那场大战之后 明显加快了速度 不过 一些教委年长的女生 并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这个环节中 直接选择了退出 当然 因为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他们虽然没有选人 却也还不能离开相亲大会 还要等最后一轮之后 因为只有最后一轮 男生才能夺回主动权 向自己喜欢的人施爱 戴云尔终于轮到这位 兴罗帝国的公主殿下了 戴云尔的荷叶缓缓飘荡出来 她的眸光一直都停留在 唐武林身上 三哥他轻唤一声 唐武林看向她 心中暗角不妙 果然 戴云尔眼眸中 隐隐有水雾弥漫 三哥 你可知道 我找了你好久好久 他们都说你已经死了 不可能离开那的小世界了 可我一直都相信你不会 这三年多来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着你 直到不久前 突然得到唐门传来的好消息 说你回来了 我就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就是为了要见你 为了你 哪怕放弃公主的身份地位 我也愿意 我忘不了咱们在龙骨之中的点点滴滴 我要问你的是 你可喜欢我 我 唐武林张口结舌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说喜欢吧 肯定是有好感的 可是 此时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如果说出喜欢二字 那可就和正常情况下的喜欢不同了 戴云儿奄然一笑 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说完这句话 他的荷叶飘荡而出 直奔唐武林的方向而来 我什么时候说了 唐武林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戴云儿来到唐武林面前 眼看他左右两侧 已经分别被纳尔和伍斯朵占据了 直接控制着自己的荷叶在他身前 然后灵巧转身 这下 你眼里就只能有我了 嘎巴巴 身边传来捏拳头的声音 唐武林扭头看去 正好看到隆岳眼中 胸光泵射地看住自己 就像之前自己以为 纳尔选他时候的眼神一样 干什么呢 难道你还想吃着锅里的 看住盆里的 徐米尔冷冷的声音响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手中已经多了手炮 直接顶在了隆岳腰间 隆岳哭笑不得地看住他 你这是干什么 徐米尔道 你说呢 场面上显得有些尴尬 唐武林自己也不好受啊 前面是戴云尔 左边是纳尔 右边是伍斯朵 他从未想过 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自己会遇到这样尴尬的情况 下一位 袁恩叶辉 该你选了 学妹听到这个名字 谢谢的身体 瞬间就变得紧绷起来 就连唐武林的眼神 也不惊一宁 他的身材 比戴云尔高很多 因此哪怕戴云尔站在他身前 也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 该袁恩了 三年多不见 唐武林并不清楚 袁恩也会和谢谢之间进展如何 但从谢谢之前的表现就能看出 他恐怕依旧没有得手 是的 依旧没有 那么 在这海神园相亲大会上 如果他还不能让袁恩归心的话 恐怕以后就 有了先前乐正宇的前车之鉴 唐武林也有些并不太看好谢谢了 尤其是 谢谢本身和袁恩之间那位妙的关系 袁恩夜灰脚下荷叶滑动 缓缓飘了出来 他看上去依旧很平静 一头红色长发披散在肩头 在夜色映衬下显得神秘而诱惑 谢谢此时有些口干舌燥 他真的很紧张 喜欢了这么多年 终于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他表白了 如果他真的不选自己 那么一切就都完了 我说过袁恩一开口 谢谢的身体就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我很早以前就对你说过 如果想和我在一起 首先你要击败我 那么来吧 打败我 我就选你 袁恩夜灰目光灼灼地看向谢谢 谢谢全身一震 用力地深吸口气 直到肺部都因为暴涨而有些炸裂感 他才缓缓将胸中浊气吐出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他竟然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来拒绝我吗 一抹自嘲之色浮现在谢谢的面庞上 大家太熟悉了 熟悉到完全熟知对方的所有能力 也正因如此 他更加清楚自己和袁恩夜灰之间的差距 这个差距从未缩小过 哪怕他是那样的全力以赴 也只能保证不被他落下太多 今天 他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吗 让我彻底断绝了念头 那就来吧 这一刻 谢谢豁出去了 无论如何 他也要进行这场比试 他的身体不再颤抖 他的眼神变得坚定 就算是败 也要败在他手里 用力地深吸口气 谢谢大声道 好 荷叶飘荡 他也催动住自己的荷叶来到了男生们前方 双眸之中 隐隐有光彩绽放 袁恩夜灰冷哼一声 背后光芒一闪 一双羽翼已经瞬间张开 堕落天使五魂 一圈圈光环从脚下升起 梁子三黑 毫无疑问 经过这三年的修炼 他已经在传灵塔之中 将自己的魂环强度又大幅度地提升过了 谢谢脚下同样是一圈圈魂环亮起 四子一黑 在魂环强度上 他终究还是要弱于袁恩夜灰一些 袁恩夜灰背后双翼拍动 身体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从天而降 直奔谢谢而来 身上的第二魂环光芒大放 暗黑魔剑凭空出现 落入掌中 谢谢手上金光闪烁 光龙笔出现 面对袁恩的从天而降 他的身体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虽然只是小幅晃动 但却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虚幻感 令人无法锁定和捕捉他的身影 龙月和戴云儿都看得很认真 无论是袁恩夜灰还是谢谢 都曾经是他们的对手 三年过去了 他们显然都有了不小的成长 那么他们的对手呢 成长到了什么程度 唐武林也同样看得认真 三年无法修炼魂力 三年龙木葬骨 他一点都不后悔 但他也很想知道 自己和伙伴们之间的差距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袁恩夜灰的暗黑魔剑突然变大 暗紫色的光芒映照的弧面上一片异样 谢谢的身体突然宛如蛟龙一般冲天而起 身剑合一 一声轻微的龙音声中 他以光龙比位起点 扶摇直上 居然选择了硬拼暗黑魔剑 叮 翠响声中 两道身影同时激荡开来 袁恩夜灰双翼一拍 就升入更高空处 谢谢所化金龙却是横向飞了出去 光幻龙 谢谢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第四魂计 却只和袁恩夜灰的第二魂计 拼了个旗鼓相当 第763章 你是不是傻 身在空中 谢谢整个人的身体 却突然一下就消失了 光幻龙凭空融入夜色之中 就像是瞬间变得透明了似的 袁恩夜灰双眼微眯 背后双翼张开 悬浮在空中 点点光芒 开始从他身上各处浮现而出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 就直接用出了自己的斗铠 暗紫色的斗铠绚丽地覆盖全身 他的斗铠制作难度 在伙伴们之中是非常大的 因为要同时契合两种武魂 因此 在单一斗铠的强度上 其实要略微弱于其他人 但这暗紫色的全套斗铠 穿在他身上却显得异常绚丽 红发紫铠 邪魅动人 头部是宛如尖角一般的 两个凸起组成的头环 并不完全护住头部 但看起来却更加灵活 紫色光运流转 自然而然地在空气中 形成一片淡紫色的区域 看上去竟然像是领域一般 只是没有先前龙月领域 覆盖的范围那么大而已 真的是领域 唐武林惊讶了 龙月和戴云尔也惊讶了 而且 看得出 袁恩叶辉很小心 这意味着 他对自己的对手足够重视 谢谢也变强了 而且比以前应该是强得多了 就在这时 突然 那紫色光运范围突然剧烈地拨动了一下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人用彩纸刀突然划过了领域 而且是横向将领域刨开 袁恩叶辉娇和一声 身形半转 手中已经化为紫色晶体状的暗黑魔剑横向斩出 翠鸣声中 一道身影若隐若现 但只是下一瞬 却硬实切开了周围紫色领域的覆盖 强行突破而出 又一次失去了踪迹 谢谢已经能够做到将自己隐藏得如此之好了吗 哪怕是袁恩叶辉也要通过领域之类的能力来寻找他 袁恩叶辉显然没有在他的袭击中受伤 但他却依旧显得十分谨慎 也没有动用更多的魂境 似乎只是在默默地等待着 就在这时 突然间 紫色领域再次出现了变化 如果说先前只是一柄材质刀的话 那么 在一瞬间当有三道金色身影浮现出来的沙纳 三线三影 六道锋锐的光芒就已经交错而上 同时从六个方向切入了紫色领域之中 与此同时 袁恩叶辉身上的第五魂环突然光芒大放 他身上的紫色窦楷也因此绽放出夺目光彩 似乎他一直就是在等待这一招的出现 他的额头上 伸出两只脚和自己斗铠上的头环重合 这应该也是为什么 他的斗铠没有出现头盔的原因 身体瞬间膨胀到高达三米 背后亮起一圈紫色光轮 一只巨大的眼睛从光轮中央浮现而出 之前还只是能控制直径30米区域的紫色领域突然放大 化为直径百米开外 天空之中 也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紫色眼眸 一道巨大的紫色光柱从天而降 直接覆盖了超过直径30米的区域 六道任盲冲入紫光 瞬间就遇到了巨大阻力 但他们却依旧坚定地前进住 激昂龙音声响起 六道任盲突然彼此出现了联系 交织在一起 化为龙卷风暴向空中冲去 和那紫色光柱强行撞击在一起 轰 剧烈的轰鸣令海神糊糊面荡起剧烈的涟漪 但更多的光芒却是扶摇直上 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刃芒在天空中飞舞 恐怖的能量波动不断迸发 那紫色眼眸射漏的光芒似乎能够吞噬一切 龙卷风暴在渐渐变小 只能勉强支持 就在这时 六道光刃组成的龙卷风暴突然合一 一道身影也随之浮现出来 赫然正是谢谢 一身灰色斗铠覆盖全身 整个人若隐若现 但紧接住在他身后又浮现出一道身影 穿住一身淡金色豆铠 两道身影缓缓重合在一起 身上的第五魂环光芒大放 双龙变 谢谢嘀吼一声 两道身影骤然重合 一柄比之前光龙笔和影龙笔 都要长出半尺的匕首出现在他右手之中 这柄匕首的长刃一半是金色 一半是透明的灰色 看上去十分奇异 而在他身体周围 两条龙形光影盘旋 任由空中的紫色光芒如何冲击 到了他身前三尺时 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切割开来 他就像是巨浪中的礁石般稳固 手中双色匕首在空中一滑 紫光居然就那么被轻而易举地破开 而谢谢自己身上的斗铠 也在这时呈现出了双色 原恩叶辉惊恶地看住 下一瞬就来到了自己面前的谢谢 看住那已经到了镜前的匕首 他的嘴角处突然浮现出 一丝淡淡的笑容 所有的紫色光芒都在这一瞬收敛 头顶上的脚和膨胀的身躯 全都恢复了正常 两道龙形光影围绕着他的身体 谢谢的匕首横在他身前 我输了 原恩叶辉目光灼灼地看住他 你没有用全力 谢谢似乎有些呆滞 你的恶魔之眼 不应该只有这点力量的 而且 你从始至终都没用 动用泰坦巨元的能力 原恩叶辉达非所问的道 你一直都不肯告诉我们 你的第五魂祭是什么 就是在等这一天嘛 谢谢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是的 他就是在等这一天的到来 等得太辛苦 太辛苦 双龙变 在他不懈地努力下 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 两个五魂融为一体 化为一个魂祭了 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 五魂融合祭 但也极为接近 这是从五四朵的 幽冥白虎中联想出阿里的 在唐门闽唐堂主梁小雨的帮助下 他终于找到了这条属于自己的路 他很清楚 想要击败原恩叶辉 对于自己来说实在是太过艰难 只有用一些特殊手段 来提升自己才有可能 而这种手段 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实现了 双龙变 将自身两大五魂融合为一 修位虽然不能叠加 但五魂特性却在瞬间叠加 再加上窦恺的增幅 尽管谢谢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但利用双龙变的增幅 却能让他的爆发力 提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 他当然知道 原恩叶辉会用恶魔之眼 来对付自己的患龙合击 双龙变就是在等这个机会使用 而事实上 如果原恩叶辉使用的是 泰坦巨猿武魂的话 他就很难成功了 泰坦巨猿的力量和防御力 实在是太强了 谢谢一点把握都没有 为了今天 他做了无数的准备 他就是早就判断出 在海神湖湖面上 堕落天使武魂因为能飞翔 所以更适合战斗 他所有的战术 也都是针对进行安排的 一切比想象中更加简单 恶魔之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 原本应该发挥出的威力来 就那么简单的 被自己的双龙变破开了 似乎就算是不施展双龙变 凭借换龙合击 都有可能将其击溃 多日以来的努力 似乎成功的太容易了一些 以至于谢谢自己 都有些感到不可思议 你是不是傻 面对谢谢的问题 原恩叶辉白了他一眼 同时一伸手 抓住他的肩膀 让他不至于因为 失去了魂迹的提升 难以控制身形在空中